詞曲 李宗盛 很高興今天來跟各位分享這個故事 原住民其實沒有在演講 講到這個說話的演講 我覺得有一點惶恐 我們就用原住民的方式 就是原住民有一種表達文學的方式 一種就是 Saman Milline Milline就是故事 Hotel Hotel 有一種叫什麼叫Giger Giger就是回去 我引領各位回到過去的時候 那以誰為主軸 就是以我本人為主軸 我用我的視角引領大家 去看這個柏油記型 我其實 在我講說故事的過程 大家可以隨時打斷題 我也很高興這樣的不同的東西 好不好 那我也會留些時間 做一個導覽 等一下會說明我們這個照片 那其實我有做一個發揮人 我覺得有沒有發揮人 其實也不是很重要 因為他只是輔助我 講這個時空的 所發生的事情 在身為一個原住民來講 人是一個時空的主體 為什麼要這樣講 我們慢慢習慣了一種 我們進入這個當代的社會 我們慢慢失去個人存在這個世界的獨特性 跟特有的價值 那我曾經 我在台北念書 曾經我愛這個國家 我從軍 我用各種的方式 去加入這個主流社會 我講台語也很厲害 你會影響的我也很影響 我輔大法律系統 可是呢 我一直很努力要融入這個時空 融入這個社會 但是覺得 感覺好像有一種感覺說不出來的崇禪 我覺得我在這個國家流浪 我後來呢 大學畢業以後 我投入公職 投入公職喔 我就覺得 一個 身為一個原住民的精英 我覺得我是法律系 我要好的付出 可是 這跟現實是不一樣 我的祖先他大概十五六歲 他就當家了 在母丹社事件的時候 我的祖先十幾二十歲而已 他們可以跟外國人交涉 可以作戰 可以決定孤陸的未來 所以呢 有一個俗語 台灣的俗語 叫做什麼 一個人的成就 不是他自己的努力造成 是因為他被這個孤陸需要 我也是具於這樣的想法 再努力喔 可是我要孤陸 十幾年過去了 我一直 沒有那種用到力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 在當家的 都是老人 我們部落 在都市比較難感受得到 可是部落很明顯 如果當家的是老人 我隨著這個當家人們 不是只有政治人們 沒有家 現在的健康狀況都很好 我祖先他四十歲以前 誰啊 那個扭基隆帳到我們部落去的時候 混到一個人說 趕著把 趕著把 他四十歲 他垂垂牢 他參加過我們當時 謝謝 請坐 請坐 歡迎您 那 我們 這個人 我這個人 我們應該要怎麼去再孤陸呢 要放黑啊 因為我們總是 人頭身於這個紅塵 總是要有所作用啊 我們不是來消費而已 我們應該是被需要的 可是 我覺得那個 在社會的功能裡面 我腳是一半年 你只撒了一種機能 那 在公職方面 我很不如意啊 為什麼 因為人家都覺得 我可能會秉承副業 去父親他們那一輩 去競選啊 因為我就是法律系 家族又人口興旺 人家把我視為以後 會往政治發展 這就是原住民現在的社會 可是 不是每一個人 都是像他們那樣的 價值觀跟想法吧 我只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 能夠讓我在部落生活 打開一條路之後 讓後代也能夠在部落 用我的生活方式 繼續生活 很簡單 但是呢 我就一直在公職 我覺得 我那時候 扮演調解秘書啊 每天吵架 每天在處理那個事情 我39歲的時候 我覺得很無力感 我就辭職了 部落的人就笑我說 你辭職了 那你們要幹嘛 要吃什麼 難道要吃土嗎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有眼見 為什麼 我剛好就是要去做土 我相信 我相信 只要是我們生命中 該注定會 會遭遇的 我信仰 自然的 自然的這個 安排 就是犯人心 只要是我們生命中 該有的 上天不會讓我們失望 於是呢 我選擇做討 當我在做討的時候 沒想到呢 我辭職做討 就開始人生 進入了另外一個階段 就是投入創作 我慢慢趨近於我自己 跟這個環境之間 為什麼 我開始觀察到自然 它植物的生長 原來是那麼美 我們做創作 做討 最美麗的就是那個延展 最美麗的就是 自然的序列感 把不同植物放在一起 它總有它對稱 跟並存的一種 一種對話的方式 我們往往去一個地方 總是帶著我們的價值觀 我想要把這個 變成我要的電台 可是呢 往往我們只是更混亂而已 我們不懂得去接受 跟順應這個自然的運動 我慢慢在創作的過程 因為那時候很苦 苦會讓人家怎麼講 苦真的是心的良用 我們苦才看得清事實 於是呢 第一年喔 我做創作 我生命的對 好像對到位置了 袁明慧剛剛有辦那個 原住民住第一宿創作的 這個講著 我在全台灣的那個 藝術工作者 我入選了前三十年 第二年的時候呢 包會國安會在台北 我又再去參加 各位喔 我在做創作的時候 我走的路並不是傳統 可是呢 我所謂的傳統 是那種traditional style 我走的是呢 繼承祖先的一種精神 你知道嗎 在住在部落 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要 就是create 我們要創作我們的生活 所有的元素是來自於自然的 所以 各位喔 我很不信喔 我就 遇見好了 我就來台北裡 那個包會國安會的首將 欸 我說 從小 我的同學在那邊啊 他是很優秀的海軍軍官 我本來是一個很平庸的人 我也沒有什麼大致 可是呢 我沒有想到 我敢放下那個 我們習慣的領域 我們所依賴所 覺得安全的那個 傳統形式 另外呢 以我們自己 所受的當代美學 跟職才的熟悉度 去所創作的 沒想到 欸 感動了 走出一條路 生命到這個時候呢 其實 蠻 蠻增長蠻徘徊 因為創作有時候 像我助力創作 趴一個案子 三個月 一下子五十萬 可是有時候呢 十個月 沒有一個收入 我們就需要去成就自己 能夠度過這個階段 因為每個創作的發想 我們需要一個實現空間 好 我在這個時候 慢慢的混在一個什麼 一個人的想法 沒想到跟我祖先 我們原住民 Indigenous 你看喔 台灣有十幾個族 每一個族都有族名 它其實共通的名稱 就是 早兆 台灣族是早兆 這是人的意思 周族呢 叫做兆 那這個達悟 還有馬卡道 它的字根裡面 都有這個兆的意思 你看藍允那是達悟 他說他們不是藍允那是達悟啊 原來 我們有一個共通的一個 基本定義 叫做人 人要怎麼樣呢 人要能夠 立於天與地之間 才是人 我們台灣族的人 是有條件的人 叫做人格啊 格 格本來是法律用語 以前中國的文學叫做覆格 就是說喔 給你一個一個賦云認同 覆云認同 以前中國要翻譯那個佛經啊 他給他一個義格 因為他要接受認同 如果他不必讓他只是一個吸來的景點 我們原住民在跟漢人主流社會的時候 也需要這個過程 可是這個過程一直沒有扮演 所以我們直接 大家當今都直接截取 直接截取的衝突太大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截取的時候 也相對失去一個原住民 原本原真的空間 好 在這個 我那時候就 因為自己的 已經苦到極點了 還反而覺得說創作的空間大 為什麼 我就不用再為其他的思緒所牽引 用集中在創作 後來呢 這個 我不小心考到東華大學的研究所 我覺得說做一個原住民的藝術工作者 我們除了要創作以外 還要能夠表述 表述 人家 我們不用二手的 二手的 介紹我們自己 我們現在做原住民 用二手的資訊來認識自己啊 因為這是相對的 所以我等一下會講為什麼會相對 因為到國流就馬上就看到一個鏡子 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我剛好也同時在文化區駐地創作 那外交部就給我邀約 我們老師推薦我去參加整選 原來這個 我們其實有一個太平洋的專案 這個正義專案 那這個專案是怎麼樣呢 馬總統去國流的時候呢 他們看到台灣有桃湖 看到台灣有琉璃珠 他們覺得非常鮮 為什麼 他們其實都有 但是呢 台灣到現在呢 不管如何 他的桃 他的琉璃珠 形勢還能夠 還能夠流傳 但是在國流 已經流失了 好 那我就 我就 我雖然生活很苦 可是我還是一個雄心壯志 因為呢 對於國流 非常的陌生 那 在這個之前呢 我們小時候聽到國流 其實不叫國流 這男友 男友 我的這個 這個 這個 俗工啊 他們那一輩主輩 參加二次世界大戰 他們是高砂勇軍 然後呢 他們在高雄雄本師團 然後 從那個西專登建 就往西太平洋去 然後 我俗工是暫時在 那另外一個 俗工呢 他說 在那個地方 在南洋的時候 很多人講的話都很像 很像 說啊 這樣這樣 我們都當作一個故事 這是一個故事 然後 在這個部落裡面呢 我們古時候 就有一個傳說 就是有一個人去海邊 去捕魚 後來被海浪捲走了 捲到一個 很久以後 他在一個島登陸 發現那邊都是女生 然後在那邊生活了三十年 有一天呢 這個島要舉行一個很重要的記憶 所以要殺豬 殺豬 欸 島上沒有豬 要殺什麼豬啊 他一想 欸 是他自己 於是他很害怕 每天到海邊去祈求 於是有個海龜 就載他 說但是你要待個條件 每年要祭我 祭我 這個故事啊 我們在高師傅 我孤入一個地方叫 叫做海龜的燈陸地 海龜的燈陸地 然後呢 各位喔 我們住在自然裡面 什麼樣的元素 讓我們能夠感動 能夠產生最初最大自然的禁煙 就是 我們本來主持信仰 太陽神 太陽神的太陽出來 在我們在我的家族傳說 我家族是一個在雲端 每天看到那個彩虹 其實是陽光射出的時候 它會經過雲層 雲層會解析出不同的光彩 有的顏色 它會形成叫 牡蠣牡蠣蛋的那個影像 牡蠣牡蠣蛋就是 我們叫那個琉璃珠 有各種不同的 所以台灣很會運用這樣的元素 顏色啦 然後去運用在創作裡面 那其實呢 我們也有傳說 在我小時候 我們屏東下了一場大雲 我大概四年幾的時候 然後呢 大午山間出現很大的彩虹 我媽媽就指著彩虹說 孩子可能今天屏東 有一個台灣族的偉人或是 到了傍晚各山坨 人吶吶吶下來 以前原住民下山 很明顯因為一群一群的 風風集中在這個屏東的人愛醫院 原來那時候的那個原住民 有一個很偉大的人 三弟們叫做謝貴 謝貴先生 謝貴先生以前當過省議員 然後呢 大家都很哀氣 我那時候印象就非常深刻 我媽媽說 這個彩虹的另一端 就是我們死後要回去的地方 回去幹嘛 回去呢 重新治療 我們人還要重新學習 你才會回到這個人世間 可以嗎 可以下載 幫我看那個藍牙 可以重新學習之後 回到人世間 繼續為這個世界付出 為你的部落做事情 原來我們不是來成就自己 我們是來部落扮演一種角色 各個時代的 所以牡丹色事件的原住民 你知道嗎 參戰不怕死人 我們都知道每一個人輪迴 會輪迴的 你的事蹟 對可能在作戰的時候 你因為作戰或意外死亡 你的名字不會被記錄 可是這塊土地得以保存 然後呢 你死亡之後 你會經過幾種變化 所以我說 唯一一些作品是蝴蝶 蝴蝶呢 就有羽化的象徵 甚至我跟朋友講 我在部落 有時候我在第一線 當過公務員去順帶市 只要這個山裡面有人失蹤了 然後呢 在樹林裡面發現蝴蝶飛舞 對不起 死亡的訊息 因為蝴蝶它對某一種味道 味覺是特別靈敏的 所以我的祖先會認為 這個蝴蝶 是祖靈的象徵 祖靈的象徵 不是Ghost Spirit 然後呢 各位 後來經過全台灣徵選 我也拍了一個 這個 錄影帶 就是外交部把所有台灣 經過徵選的人 送到那個 外交部 外交部又送到 柏柳的這個 文化部還有 國立國家博物館 叫 B&M 最後 他們 就通知我 說 你是首選人 他們很好玩喔 好 其實我們那時候沒有分原住民跟漢人 這次 外交部的人也跟我講 這次馬錫慧 送了一支 那個台灣藍雀給習近平 做藍雀的那個人 就是當初跟我同時競爭最厲害的 但是呢 柏柳的人跟我 其實我是因為 我做的東西他們比較喜歡 比較適合太平洋文化 那 但是柏柳的答案是說 因為你比較像我們啊 You see You are my brother so I will choose you 我去柏柳 I choose you 這樣 OK 好 剛好下來 各位不好意思喔 講得很長的前沿 看我說故事比較方便 各位喔 我們把時空拉到 我後來柏柳通知我入選 各位喔 入選的時候 請說 哪一年 哪一年 2011年 2011年 就是民國100年 100年的時候 我還在文化語區創作 然後呢 那 各位喔 柏柳 一百年的時候 我在文化語區創作 我有回首我的作品 那時候我正在突破 第一個是空間 空間跟人之間 空間放大的時候 我們人會進入那個空間感 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 文座民很多的語言是在講空間的 空間的 對空間的描述 這對我們來講是很重要的 因為人會隨著這個空間 時空 有所轉換 好 後來呢 各位喔 我們其實 我重新分析我自己 我 我必須要在這裡講 不關政治的事喔 我發現 我們原住民 他並沒有國家管 所以我剛才跟老實講 我們 前陣子 日本人幫我們做一個神社 我們還是新高采烈的 老人家馬上穿和服穿跳舞 因為在他們生命中 有一段時間是日本時代 一直是沒有失去的 並不是我們愛日本啦 因為我們沒有那種 汉賊不兩立的概念 我們很多的文化是來自於衝突 尤其是大航海時代喔 台灣之前都沒有很漂亮的服飾啊 沒有很漂亮的文樣 是那個紋身 紋身 可是後來慢慢 這些裝飾的位置 就是紋身的所在 大部分是這樣 因為我們會裝飾的地方是 第一個 在身上比較容易有性感的區域 我們講 原本是悔飾嘛 悔飾就會吃在某些地方 那可是慢慢慢慢 跟漢文化的接觸 我們其實我們沒有 我們不像那個 其實歷史上有些故事 是不太一樣的說法喔 我們泰雅族的確他用紅柱嘛 可是台灣族 我們去種的並不是紅柱 原來早期我們是交易 每一塊布都是一個財產喔 然後呢 他怎麼樣呢 我們後來到日本時代 什麼時候種柱嘛 日本時代 他那種比白柱嘛 是香麻六號 並不是紅柱嘛 我們社會的zaki 現在已經排案主宰做的zaki 是香麻 香麻是大陸 日本為了要光明化 要大家都能夠穿和服 然後意思推斷 第二個呢 我們也是從 你看喔 我們住在橫村伴樓的海岸線 我們能夠那個顏色用的 就越鮮艷 而且跟清朝的合約裡面 每年清朝給我們紅布 以前紅布是最難染的 因為它是礦物 所以最昂貴 那我們的服飾上常出現這樣 各位喔 所以我個人被繼承家族 我們有很多的技術人來自於家族 我會做起來有志 不是我自己很會做 我是因為我的生活 繼承了我祖先的生活模式 我等一下在國內的過程 我會更詳細的說明 因為它是懷疑 它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 是我們之間互動關係 產生了很多的共振跟對話 才會有後來 文化這附贈的問題 所以呢 我們一個社群共同的技術 而且我們排行組 繼承的不是材質 是一種家族的技術 家族什麼技術 各位喔 技術不是只有Skill for tools 有所有結盟的技術 我們不是只有打仗 台灣族如果只會打仗 找去滅亡 應該是台灣族很會結盟 我們有一定的理 這在國內我都有印證到 好 你接下來 在某一天喔 我知道了以後呢 你看 我說喔 Spancho 第一個事 我們先回到過去的一個觀念 我現在都是在 用過去的意思 然後一個排行組 如果循循 你看我說 依循祖傳文化的脈絡進行 我自己的生命 我在最窮 最苦的時候 我已經看開很多事情了 於是呢 我決定遵循祖先的那種 這個精神 去做的生命的理程 好 那 各位喔 我們在這裡 其實這個是做討的 咦 對 我先講一個故事 我後來呢 去國留 那時候 我39歲 我辭去公職 在這個之前呢 我母親往生 我覺得對這個 非常的 對這個環境喔 非常無奈 我找不到那種認同能歸屬感 我想要找尋我母親 往生之後的那種感覺 於是有這個機會呢 到國留喔 我爸爸夢到我 夢到 我們民主典的夢很重要喔 我爸爸夢到我在渡河 渡河 好 去國留不簡單喔 因為他那裡什麼都沒有 那我從這邊呢 我從那個設備 原料 所有的技術 外交部也其實講得比較清楚喔 所有的籌劃 我一個人去進行 外交部他也不懂 他只會給我說 你應該怎麼樣這樣 好 結果我們買搖啊 因為我們在做創作喔 搖 我們一般來講 我會考慮到國留 他電力的輸出工費不足嗎 我會建議說 我們要比較小 好 太大了 因為什麼 太大了 第一個 我們現在做不完啦 你就一直放在那邊喔 第二個呢 如果小的話 做滿馬上燒 馬上有成就感 第二個呢 我們需要充足的 叫這個材料 免得到上課的時候 材料用完了 外交部給我兩個指示 第一個是什麼 我們是中華民國啊 我們要支援別人 要用最好的 我去買一個最大的養去啦 第二個呢 土不是問題 這到處都是土啊 買了20包 後來呢 各位喔 我就說 唉 真的是沒辦法耶 真不過啊 那沒關係 我繼續籌劃 我其實 人家問我 你會去國留怎麼教學喔 怎麼 我用英文教學喔 其實我30年前 我 我從軍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 在軍校 又給我們很好的 英語的訓練 英語的訓練 然後呢 我會不會擔心 會不會啊 會啊 我其實啊 我上網搜尋了 所有國留的資料 完全沒有 那時候 完全沒有 你對一個友邦喔 他的背景 這個完全沒有 還好有那個 旅行社 他跟我講 欸哪裡有水母湖啊 哪裡有 牛奶湖可以玩啊 啊 國留人喜歡吃什麼 什麼東西好吃 我能夠搜尋到就是這個 那 呃 我要出發了 我就 有 萬般的感觸 好像自己要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要發生 因為我對未知是 喔 對未來是 完全未知的喔 你知道嗎 飛機要升空啊 然後往北走 他會這樣往北走 然後繞宜蘭 竟然從花蓮上空 經過我家 飛過巴丹 經過馬尼拉 往西太邊去 各位這是什麼 這是古航道啊 以前我老人家就是 講說 以前古時候喔 有些阿娘會從外面來 他們會坐一些船 而且跟那個颱風的那個 因為什麼 我每次去帛琉 回來的時候都會一個颱風跟著 好巧喔 後來 我到帛琉的時候 各位喔 我問他 因為那邊 我旁邊的都不認識 到那邊 我聽到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阿莉 我的朋友 啊 阿莉 什麼是阿莉 阿莉就是朋友 喔 阿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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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in my tribe 阿莉 means friend yes ok 我們就很親切 然後大概不敢認喔 因為剛去嘛 真的那個齁 後來 第二個 到了入京大廳 他寫什麼 我雞皮疙瘩掉下來 WELCOME TO THE END OF THE RECORD 我怎麼會越過了這個時空啊 然後 我失去了母親 阿 我說我要到另外一端 我會不會碰到我母親 各位後面會故事會給你一個答案 齁 我到了那邊 那個外交部安排我齁 去住一個地方 叫Parlow Hotel Parlow Hotel是台灣人開的 然後呢 喔那老闆說 齁 那老闆 喔那老闆 我開這個集 這樣這樣 因為什麼 帛琉人 他歷經了這個卡洛林全島 西班牙統治 然後後來又賣給德國人 德國人 辦一次大戰 又被日本人接收 二次搭在美國托管 所以帛琉人其實在這個階段 受到很多傷害 於是帛琉人開國之後 採取很嚴格的法令 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的工作權 保護自己的土地權 保護自己的土地權 工作權就是外國人 絕對不可以在這帛琉當老闆 你知道嗎 只要 你要到帛琉做生意 他的董事長 所以 當然董事長 老闆一定是要帛琉人本身 所以你去帛琉的飯店 你就看到那些帛琉人 他只要在Lubby 他就在此冰牙 然後那個職員 都對他們很客氣 因為他們 那些來工作人員都知道 他們是BOSS 表面是如此 跟市底下那個蘇老闆說 那是土人 土人 我們國家派你來 那是土人 我說不要這樣說 我們是好朋友 那是我們 我們無人 我們的鮪魚 因為 國流是一個鮪魚 很重要的冷藏地點 東廣傳團 都把鮪魚在國流冷凍 我每天去工作 每天工作 回來 因為我去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外交部的朋友 像那個陳秘書說 欸 郭先生我們到國流了 我先帶你去房間 沒打開 那個手把就掉下來 你看 我做那個巴拉火跳 然後 我不是說 寫那個 是說 我們的環境也不是很完整 因為我們需要去建構 Workshop沒有影子 原來我問他說 陳秘書 請問我的團隊 喔 對 就是你啊 啊 那個 那個 契約 契約說 喔 我 就是instructor 喔 我就是那個 喔 那個博物館的專家 喔 啊 為什麼沒有團隊 他就一直笑啊 我說 請問翻譯 就是你啊 哈哈 所以啊 我就很擔心 前一個禮拜 我都在建構公辦 柏柳的那個民族信號碗 他很強調倫理喔 一票人進來 然後 老人家就坐下吃檳榔 只有兩個年輕人在那邊工作 工作工作工作 啊 其他人都在吃檳榔聊天啊 啊 啊 三國時就指揮那個民族信號碗 去工作 啊 弄這個弄那個 我每天都在那邊工作 我怕來不及 因為這個課程有期限 第二個呢 我要等裝備來 可是圖有先帶來的部分 因為圖比較快喔 他要用擅裝過輪喔 大概一個月 裝備 還要一陣子 那我先把這個圖喔 開始教大家前行 各位很好笑 柏柳他說他失傳了對不對 的確 可是呢 有些人他是有練過的 為什麼 他說他祖先啊 我在教嘛 那個我的助理都沒有信心 他說 欸 教授 喔 我怕他們會離開 可能我們沒有學生 我說 沒問題 神祿會祝我們 因為什麼 我在教他們怎麼做喔 欸 那老人家就這樣 這樣 他就反正在玩啊 我說 欸 男的叫做 你叫媽阿斯 媽阿斯 拜託我 拜託我 OK 不不不不 我父親就這樣 這樣 OK 沒問題 好 然後還有來踢館的 他是 雕刻專家 喔 他是 他那個 他是 他會 他是那個 那個 storyboard 喔 很會雕刻這樣 對不起 而且 我的基本功夫 是雕刻啦 於是啊 各位喔 他反正 他們要說 欸 please show me how show me that 我就給他做 而且我有一個原則 我第一個 我跟他們講 我不是來教你們的 我是來分享的 我很怕他們那個受傷害的心靈 你知道嗎 會 沒想到 欸 這樣的策略是成功的 而且 他就說 欸 OK 所以我說 我們是family to family 所以我就跟他講 I come from Taiwan a son of family in the in the in the in my country there may be the children of family 他們就 看你的作為 第一次 我就用祖先的方法 叫什麼 sijayam 認同 認同 慢慢慢慢的 他 有一個老人家 各位看一下喔 他是 我留一個很有名的地方 叫做Cope Island 欸 Cope Island 沒關係 等一下會找到一個照片喔 欸 在哪裡了 等一下 我其實有準備別的照片 不過 等一下 他 Cope Island的那個 島主 他叫做星座島 台灣翻譯叫星座島 一個日 他的媽媽是 柏流人 爸爸是日本人 他看起來像日本人 而且他的名字叫做 一大陸沙爾 他把一個島 建設成一個 非常好的地方 柏流全國還沒有Wi-Fi 他的島有Wi-Fi 而且呢 日本人掌控著柏流的交通 為什麼 他們所有船的 引擎啊 配件啊 都是柏流 都是日本人 而且日本的少年人 十六歲 十八歲就在那邊 買一個village 去做自工 好 好 我 我就 慢慢慢慢的 活六人 有那個 家裡有喪事 欸 外交部說 我怎麼去過呢 你去哪裡 我去參加一些喪事 啊 人家請你做白包的 怎麼做你兄弟呢 這樣 沒有啦 就是We are same family 我就去參加他們的那個喪事 然後呢 慢慢慢慢跟他們打在一起 第二個 他們有很多地方 我說 欸 Please help me No 我說 I am teacher Teacher is very small 這樣 Teacher is very small 沒有關係 我第二個原則 我要把所有 因為我認為 我參與過國內 很多的 所謂的什麼 傳統基因的訓練 我當講師 可是主辦人不是我 他們只是在傳 傳譯 可是我 我剛才跟童老師講 這個東西要 整個行為是 共同改變的 你要學舞蹈 你不是要學舞蹈的動作 是你整個人的行為 要進入那個 那個狀態 我們跳舞 不是要跳魔舞嗎 魔舞如果只是表面 只是戴一個面具 但是如果你跳得很好的時候 你會被上身 跳魔舞是古時候的 中國的古老的 漢代的舞蹈 我們原住民也是 精神如神在 於是 各位 我們就 我要跟國內人相處 我發現我們有過不同的地方 有一次我在磨貝殼 我跟老師講說 我去也有我自己在學習的 他們在做 然後我在做貝殼 我一直那麼粉塵 我說 昨天學生說 先生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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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我們在討論一個事情 旁邊如果有任何就 喔 喂 這樣 我沒事在這邊 我聽不懂 我剛開始聽不懂 我很無聊就 喔 喂 喔 喂 他們一直在笑啊 今天天氣喔 喔 喂 吃冷飽 喔 喂 也沒錯啊 對不對 慢慢慢慢的 大家就打在一起 然後各位 那時候發生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 經過一個禮拜 我的十幾包陶土用完了 搖還沒有來咧 欸 怎麼辦 那國流剛好雨季一直下雨 我心都涼了 那個學生還在 欸 教授 What is next 這樣啊 還故意要看我笑 欸 也有挑戰的人 也有來踢館的咧 就來了 後來 欸 怎麼辦 我突然回想起我小時候 跟著祖父啊 外公他們去 去 去 合理財土 財土做什麼 土很多用 土可以建構房子 但是不是一般的 洛湖外 不是 我們就是 可類 可類是 pure 可類不是所有 所有是土 染土 很多雜質的 可類是陶土 是一個很純的東西 各位 黑砂糖 蜂王族 他有加什麼 加可類啊 讓你磨砂的 很細分子的 就是可類 而且天然的 很多人用泥漿玉 就是那個可類 第二個呢 我們 蓋房子 以前 從 調解的時候 你有什麼事 好 這樣好 我們自己 補乎塞 補乎塞就是以前的方式 都是 泥漿啊 牛糞啊 刀槽 混在一起 你要修補的時候 叫做補乎塞 各自修補 其實 蠻有趣的 原來 因為我們斷刀 我主先生有在打刀子 斷刀子要避免 他每次要進窯拿出來 人家說 怕鐵 一斤 怕好鬼扭 要失去飾涼 為什麼 他會變成炭渣 損失掉了 所以呢 我們有什麼方法預防 預防他氧化就塗這個 泥漿 我就跟人家去河邊去挖那個泥漿 萬般灰心的時候 我想到這一點 我說 現在這些人都要從外國 他們不是 淘土是國粹嗎 那我們就從他們的開始 於是 我就利用上課之後的時間 剛開始跟一個學生去 我們去找淘土 從什麼地方找淘土 還好這國家也很支持我 我說 我們要建造的文化 我們要去找淘土 我們不買到外國 所以 給我支持 我們要找到我們的學生 OK 很棒 就開始找了 各位 我去過柏柳的各島 有從傳說的 有從我們帶來大政 柏柳是一個很像橫車半島的地方 他連植物那個相貌都很像 那我們就去什麼大自然的裸露地 現在很流行叫做自然的House 在歐洲也好 在全世界 開始製造那個Clean House Clean House為什麼 它可以遠弘彎線 現在這個極端氣氛會越來越熱 住在哪裡最舒服 Clean House 因為Clean House它會隔絕 不像水泥它會吸熱 它會保溫它會呼吸 然後呢 我們就去大自然的裸露處 河水的沉積處 還有所謂的很多地方 他們神聖區域 他們有所謂的secret area 以前他們要去採這個桃的時候 他們要有很神聖的心情 要不然這個桃燒不好 第二個呢 你知道嗎 有神靈的感覺 因為柏柳其實他跟我們一樣 南島民族 他說語言跟我們很像 其實他的生活習俗很像 雖然他們很多都信那個Seven Day Church 這是安息日會 但是其實他們的生活 他們說其實我們還是很多 在跟這個治安有關聯的 其中一個就是使用這個制裁 如果他要用現在的生活 他就信基督教 如果他要回到自己的生活 他所有都回去了 所以啊 各位 第二個 我們採桃圖 採到就做一個坐標 後來總共採了14種桃圖 14種桃圖 其中一個地方 叫做培里六 我舉一個例真的有神 我祈求鼠林 給我一個支持 為什麼 這次喔 既然我的這個 桃營的政府團隊 就是我一個人 我要承擔這個歷史的責任 這是多少年來 原住民第一次這麼深入 這麼久 其實我去過很多村子 他們國有的人受傷害 他不要外人進入 他排斥外人進入 我如果去一個村子 他不讓我進入 我就說 我曾經去過一個地方 那邊有一棵樹 要進入那個沼澤 這棵樹很老了 我們說 70年 他就 oh really ok come come brother 各位喔 其實國裡有很多秘境 一個是史前文化 他有很多的石頭疊起的 一些遺址 可是他不讓他進去 因為他不想要讓那個 那個地區 unsecret error被外人褻毒 他們很強調這個 第二個呢 國有仍然有人 我去一個地方去 那是一個傍晚 他們正在點火要煮飯 沒有燈 他不要學英語 他要過傳統的 fisherman的生活 白天打魚 做一些小蒙作 晚上呢 就在那邊 點燈啊 做他的捕魚網 有這樣的人 住在邊村 我其實我現在的生活 有點像住 住在橫村半島 離我們這個台北最遠的地方 我做的創作 比較少干擾 好 第三個呢 我不讓我的學生失望 因為他其實我們把一些做討 想的太難 為什麼 你在台灣要學討大話 我沒有機械啦 我沒有老師啦 我沒有什麼 都沒有啦 啊有沒有心 沒有心啊 曾經有一個教授 台灣的做討的教授 說其實做討不難啊 只要你想做 沒有工具沒有材料 就是手便可以得到 所以我去教導的時候說 Use the tools from kitchen Please bring your spoon bring your bowl 我們就開始做討 怎麼弄 所有的工具就是用這些來做 那那個維成有看過的講義嘛 對不對 其實滿精采的呢 他們本來只要學最傳統的 叫做coil build coil是盤條 就是太平洋齁 這些古老的 古老的民族都是用coil build 但是呢 他們他們越學越善意 為什麼 他們從這個做作品裡面 找到一個創作的過程 是自我實現文化的一個 文化實現的延伸 你知道嗎 他只要一個發想 我就牽著他的手 他做一步 我就跟他一步 就教他完成這些作品 等到他這次完成以後 他就會了 所以台灣的老師 驚訝的說 欸 你的學生喔 這也看得出來嗎 這還要填上喔 欸 這怎麼結 原來我說找來找去 這裡還沒有動 欸 威臣幫我怎麼結這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對 這個拿著 我把所有的園 用最簡單的方式 花瓶 我就用三個 3 part 我們本來要從最複雜 這樣這樣這樣弄起來 我說 No We use a simple way 好來 是 謝謝老師 好來 各位喔 我們先混到這邊 欸 對 做潮的過程 是自我文化實現的延伸 他們本來很郁門 這個民族 經過不同的文化 然後呢 發展到今天 他們有高度的自主權 而且呢 他獨立 這是一個活流民族 所治理的國家 我們台灣民族 很羨慕 因為你從機場 就看到他們霸氣 霸氣 然後呢 但是他們少了一個 核心的價值 就是實現自我 當他自我的時候 他就在那邊停下來了 那我教他做討的時候 各位喔 不要看喔 這個每一個人 太平洋的人 每一個人 他多多少少透過海風 透過各種不同的訊息 植物有叫蜂梅的 有鳥梅的 自然傳遞的 其實我們人也是透過不同的訊息來源 去影響到我們的行為 怎麼樣呢 他發想我們從一個土團 到完成作品 每一個人的作品都不一樣 他會把內心世界放出來 這叫做我所謂的自我文化實現的延伸 本來文化到某一個地方 他就斷掉了 他就再也呼吸不過來了 他透過陶 從什麼呢 那個叫做知覺系統的整合 然後把它實現出來 各位做得很好呢 我們在台灣喔 你看 我才教他們廟很久 大家就做得很好了呢 這個文化部長說 先生你知道嗎 before you come 有一個美國的老師 在這邊還去拆那個日本的窯 搭了一個瓦斯 老師窯啊 然後呢 也有日本人來交逃 也有台灣人來交逃 為什麼他們都沒有辦法像這樣 你可以呢 各位喔 我因為我跟他們在一起 他們的問題 我要實現他們的想法的時候 他的問題就變成我的問題 然後呢 我們也會融合在一起一起構思 我們要怎麼去延伸他的初衷 這要做出來的時候 是他們原本心裡的意象 這叫做自我文化實現 文化是一種感覺 有時候喔 對一個男人講得很細的說 他迷失就像我們台灣現在一樣 我們是迷失的 但是在這樣的地方 因為他們不是工業的國家 他想做一個東西 只要有想法 有人來帶他們 然後呢 我又用我自己的經驗 去教他們怎麼做 原本做一個畫瓶 要從下面喔 從 bottom to the top No no need We divide it to three parts 從基本都是做三個碗 三個碗接起來打通 就是一個base 欸 Wow why So simple OK 每個都OK了 所以 然後我們慢慢找到那個土 土用來不是很簡單 因為土拿來喔 他們說 Oh Don't waste your time 那個先生的那個吉他路上喔 那個魯巴 他說 My father tell me 他有一次邀請我去Duck Hope Island They say My father tell me And The clay in here Something rough Oh Why Easy crap 我說 You need to steal me 他就去 叫一個菲律賓人 Oh Bring the box come here My father Oh 找了好久 拿那個圖來喔 現場就揉給他看 我說 我不要再做了 I can feel What is the problem of the clay Why Because very easy to grab Because you need to make something 他說 From today I will follow you Oh Oh 我好感動呢 But I follow 這樣 Sensei I follow Why Because my father told me like that 我好感動喔 我好感動喔 為什麼 他是最難 最難解決的 他們有一個倫理 這個人OK 這個人OK OK 所有的學生 叫我先生 而且每一個人喔 我說去裁圖 外交部的人要邀請 柏瀏的參與啊 像台灣一樣 欸 今天要開會喔 中午有準備便當 大家就會來 各位喔 我在柏瀏都不用準備飯吃 我的學生會 當我說 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找一個新鋪 他們會出車 出船 出人 然後呢 我們最經常去貝里流 去貝里流 我們問當地人 因為我學生就去問那個 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 他說 欸 You ever hear We use a clay here before Yes We use a white clay But we don't know here or we don't know Where 所以我們就說 沒關係啦 讓我來找找看 那時候突然下了一張好大好大的雨 我看到那個水溝開始 水 我們不是下雨之後會有衝擊嗎 水溝的水開始變白 對不起 Binco God bless 我找到了桃土了 貝里流的跳起來欸 貝里流本來是一個很和平的島 後來美軍跟日本在這裡決戰 為了那個貝里流機場 曾經那個 有一個 那個什麼 湯姆漢科他們有派一個叫Pacific 這個太平洋的這個影集 貝里流十幾 貝里流兩幾 那麼小的小島 比那個南遠還差不多呢 在那邊 然後 站前把那些帛六人離開 回來的時候 帛六人說 欸 What is this land Why you bring me here 其實是貝里流島 整個都被美軍崩翻了 崩翻了 那裡面還很多的那個 那我在這裡找到 他們也找到了自己的感覺 貝里流的人 因為找到桃土 找到自己的感覺 我後來呢 我就跟他們講桃的故事 其實我也在追尋一個東西 是什麼呢 桃為什麼跟原住這麼密切 各位喔 剛才有一個照片喔 貝里流 這個柏流 到處都是桃片 我去Hawai Bank 在那個停車場 就一堆了 到海灘上面 到海裡面 都還是那個呢 我看在後面 抱歉喔 對你看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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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嗎 抱歉 這一個 這一個喔 舊桃片 到處都是桃片 這就是貝里流那次的土 白桃土 White Clay White Clay 就是 Clay在Primary的時候 就是原海礦的時候 它沒有被有機污染 它也沒有被地下水經過的時候 它是Primary Clay 是白色的 後來呢 它會經過有機物的污染 滲透啊 地下水的染色啊 它叫做Secondary Clay 被翻譯過的 這個 這個很有 很有很有好處喔 然後各位喔 看這個下面這個 我其實 在這個過程 我就學到很多東西 我不是去 我後來發現 我不是去教的 我們大家互 互相開門 互相 給對方 因為人是一面盡子 我們說人 人性的互相對待 我老師 我說 欸老師 我要去帛琉了 他說很好啊 可是 我去那邊發現 這整個團隊 精英只有我一個人 也不錯啊 我說 我還有很多問題 人就是要解決問題 我們就是要解決問題 而且 我相信你一定要解決問題 我開始就重新 去過濾 因為 大家慢慢的有個技術 我開始把他們編著說 This work is a teamwork not belong to a personal We need to help each other 為什麼 做陶 你光是要去弄陶土 你就是一個集體行動 這非常符合難導的精神 於是呢 噢 大家 很樂意 那個採陶土的團 本來三台車 你在國內 會看到一個很奇怪的車隊 你知道嗎 十幾台車 有貨車 那裡面有國館的館長 像那個 你知道嗎 馬戲團 Circus 你會看到 有的是高階的 有的是各種的不同 開著車子跟著我去採陶土 然後呢 這人聽到說 欸 我也要去 好 又連著這樣 那同樣故事的情形 就 這形成的效果 Verture popular 就是越來越受歡迎 然後呢 又是他們的國粹 因為以前 你知道嗎 坐陶很 在意他們是一個國粹 而且 只有專屬於少數幾個家族 就像老師上面寫的 現在 給大家一個機會 大家就 我在路上 問到他幾次 欸 你的先生孫兒 I know you very good 欸 May I join your team I join I can be your student 我說ok 我本來只要交早上 快下午 連晚上也要交 隔壁那個 Marine police 也通通來了 欸 於是呢 我交的時候呢 桌子上面是 那個大人 桌子下面是小孩 我一開門 結果人家坐在那邊吃病 欸 先生 Good morning We waiting for a long time I can sleep 六點鐘啊 他們真的是 所以外交部的公告寫說 從自夜 自深夜 方 方 方 到很深夜的時候 大家還是很high 那個意思 然後慢慢慢慢 各位喔 我也是從他們身上學到什麼 第一個 呃 我有一邊下午 草桃 草桃回來 我是用洗的 各種桃土回來的時候 各位喔 第一個有雜質 第二個呢 它的桃土 不是你想像中桃土 有的是 有的可類似的 像礦物是 像石頭的 舉個例子 就這樣 中國的豬米 就長虎的 它是 那個是塊狀喔 你要把它打碎了再使用 第二個呢 像桃 不是那個 以大陸桑 他爸爸說 This clay need to fix 嗎 我完成了他的行願 因為他一直想要用 他爸爸所找到的桃土礦 他爸爸 不能 我後來呢 我說喔 一些桃土是結構性的桃土 你要蓋房子一樣 舉個例子 我們要蓋房子 不是水泥跟沙嗎 類似 一個是結構性的 一個是可塑性的 這兩個的比例要相當 那我們就要運用這個桃土的特性去把它調配 到後來這些桃土就不用再從外國進口 第二個呢 我的學生 一進入我的團隊 兩個禮拜他就可以做 缸類 你看這個送我們去採桃土 大家 沒有人例外 你必須要參加這個 你才要桃土使用 這個是國流三會的會長 裡面他幾個是去 但是通通一樣 與律 我們大家 work together 大家在一起喔 第二個我就成立一個 association of country 就是逃逸協婚 為什麼 我說喔 我們必須要學著去運用這個自然資源 舉個例子 他們很想說 先生 我們可以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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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ework Firework就是用柴燒啊 我說no 因為我們國流一個很偉大的 這個 這個文化部長 叫Tina 她是一個女生 她的最早的堅持就是 柏流不要砍樹 所以柏流保留了很多的大樹 很古老啊 那 只是我要走的時候 後來就改才換代了 又 又開始發展觀光 就開始砍樹 還要拓展他們的空間 原來 國流有一些老樹的 那如果要燒桃 不是要用高溫的嗎 我說no This culture is not the same 日本 We have our own We have our own culture for Patrick 我就講一個故事 我帶他們去看那個 考古現場嘛 她說 早期的柏流 她的搖是在一個地地 奧地 她 因為你知道嗎 那個文化裡面 我說no Your city people are very great Why they use the wind 他用高低高高高的氣流 接引下來 他下沉的氣流 就直接對準那個搖口啊 他這樣送風的時候 那個火力就很大 所以呢 以前他們在燒那個 那個 Open Fire的 那個 咬的時候呢 燒的溫度比較高 所以 他的桃很硬 他的桃很硬 然後呢 我慢慢的 就教他們用 不同顏色的這個桃 去彩繪 第二個呢 我覺得 這個桃 他還是 他的這個文化性不足 既然 有一種東西叫做 欸 這個 等一下 既然有一種東西叫做 這個 等一下 這個 這個就是 Yetaru-san Yes, I follow 欸 抱歉 要怎麼會不一樣啊 對不起 因為 就垮掉了 抱歉 因為 他是我 USB的另外的照片 沒關係 我發現 因為我不太熟用 而且滿天馬行空的 No problem OK 好 這就好 剛好這裡喔 各位看 以前喔 那個Putt TipPutt 我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TipPutt 我就鼓勵他們 把你的元素釋放出來 就有這種 你看 它有一個鳥會鑿那個金幣的故事 你有聽過嗎 好 第二個呢 各位喔 這一個 欸 這一 我帶這邊 好 這樣 好 好 這一個東西啊 是一個 慢慢的 你看喔 我們大家都是 共同在洗 洗這個塔 然後過濾 然後這個 你看 每一個人做的那個 Putt 還有那個櫃子的補充 有一天啊 我帶學生去採土 好 我先用這個 好 那 回來的時候 我就說 Please bring 我說請你帶繩子來 We need to tie the back When we finish the brush the clay We need to tie the back of the clay 我說OK 笑來的時候 沒有繩子啊 大家帶了一堆一堆的那個內胎 就開始撿 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可是對我來講 我終於打破我自己的一種 長久以來的束縛了 我們原住民就是這樣應用自然職彩的啊 能夠用的就拿出來用 所以我現在在創作的時候都是用手編能夠用的 不是去消費去買 現在我簡直就那個 我看你們最新人的作品 有時候就是從那個骨頭啊 從貝殼啊 取出我要的 然後應用在我的創作上面 你看他們盤這個鋼 你問台灣人盤這個 是不是師父級 你可是他們做得很好 好 第二個發現是 各位啊 我們有一個最基本的東西要做 人啊 我是台灣人導演做名 就是你要有一個 experience to use the material from country 你要用一個使用自然職彩的經驗 你就會出類航空 我為什麼說人的格少了一個東西 少了我們對大智能開拓的勇氣 不是去消費它 你會使用它你就不會濫用啊 國流人士對環境 因為這個島 如果你濫用 你商業捕撈 它很快就耗劫了 曾經有一年啊 他爸爸跟我推活動 一個禮拜 國流湧入三萬人 馬上陷入危機啊 為什麼糧食危機 錢沒有用 國流人士很早就叫錢沒有用 是人要跟自然平衡 人要跟自然平衡 這都是我一步一步學到的 第一個是 Learn from nature use from nature and we need to balance with nature 哦 慢慢慢慢的 而且呢 各位啊 你如果看我這些 你有些想像力的時候 其實我告訴他們最重要的人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生力量 就是想像力 他們這樣 oh very difficult I have a friend oh don't do that how I don't 我說 please trust me and let me show you how and you follow 你大陸上說 OK I follow 的時候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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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偷 follow 沒想到做得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 第一年外交部的想法 只是做一個什麼呢 做一個記憶訓練 可是我們已經發酵成 不可開交的文化負責 每一個人開始要找個出路 去呈現他自己背景 你知道國流的人是來自於不同的系統 在他們之前 我去不會有人說 oh 文化成體很高啊 這下面是17個 這個卡洛林時代的 然後呢 日本時代的 還有美國時代 那個文化蝶器 可以從土城看到 因為他們也是衣衫系來建 第二個呢 他們也是對傳統 抱著一個什麼樣的精神 敬畏的精神 自然 他們是相信 在沼澤啊 在雨林 會有一些 spirit 國流一種鳥喔 很長尾巴的 在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典禮 叫做 first-born ceremony first-born ceremony 他們沒有婚禮 就是 一個女生如果 他有懷孕啦 他才決定要不要嫁給這個男人 然後呢 他頭上戴一個很長的羽毛 這個鳥有一個信物喔 他就是 專門指引人們 因為 都市旁邊就是雨林 就是蒙古 就是紅樹林 這個紅樹林很容易迷路 有時候也進去 有一次我跟學生去 去那個Coke Island 上下左右 好像鬼擋牆一樣 又回到原點 好幾次 我有感覺 坐船經過 旁邊的島 島很小耶 Roc Island那麼小 再下雨 隔壁的島出大太陽 你會覺得 對自然去敬畏齁 然後呢 你知道嗎 我發現 我們一個島對一個神的名字 就像我們台灣對空間 裡面就是 文化館是一個神 外面一個神 平常人家也是一個神 慢慢被人性化以後 他就變成空間的代名詞 很多的文化正在複合喔 等一下我繼續介紹 好 講到這裡的時候呢 柏柳的那個 這個 學生呢 已經全部都叫 先生 然後呢 我一個去調土 植物喔 他柏柳是一個 高菌化的 一個環境 什麼叫高菌化的環境喔 那個水啊 或是你手 只要有一點點傷口 第三天就感染 就發炎了 我們台灣人很多去工作 都是最後 風物系組織人送回去 可是你知道嗎 傷給保佑啦 因為 我的假半年一次 我去 已經受傷了 我的學生看到了腳在流血 因為風性組織業 開始很嚴重 我應該要 八點 我應該九點要去 工作 然後呢 我一走路就噴血了 我想起不來 九點我就起來 我就去工作了耶 我學生看的時候 很 那個心痛 每天都有學說 先生 他說 這是我父母的 他從英國的學生 這是醫療 第二天 又一個女生說 這是我家裡 這是醫療 初生的女生 要出來要訓 每天都要學生 拿那個草藥給我敷啊 我真的很感動 有時候就一直這樣撐 撐到後來 幾個月以後 我實在受不了了 因為一凍都流血 回台灣就說 你再過一陣子 你可能要截肢啦 原來那個植物很厲害 它會利用那個溫度 我那時候印象很深喔 經過一個海灘 然後呢 海灘上面有十幾隻死掉的螃蟹 我經過那邊 然後呢 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地方怪怪的 那個海水溫度比較高 植物的花在裡面 我就知道我種 我會一直 一直啊 就是一直在養 過門 就開始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就這樣啊 然後各位喔 這個竟然變成一個故事啊 柏柳人相信我是從柏柳輪迴 我是因為我們的約定回去的 你相信嗎 他說喔 你這個商啊 你這個商啊 像人家美國 以前在日本跟美國打仗的時候 機槍掃的 你的祖先有來過 有 各位 我們在這裡 其實不了解我們跟柏柳的關係 對不對 其實我們滿密切的 第一個 第一個 他是屬於台灣總督府 轄下管轄的 南洋之丁 柏柳 第二個 所有台灣的建設 柏柳的建設 以台灣為本 第三個 所有那邊的公務員跟軍人 台灣訓練送過去 所以啊 那個柏柳館來帶我去看他們的那個點長 有那個名冊 他說喔 很多年以前 有你的祖先啊 反正 反正 反台灣 Indigenous people 也要 加入了 日本軍 第二次 他也是 他說 我們的祖先跟你們一樣 日本人一來就 把我們這個 Chief family 做成 他 有那個 就有那個 原住民配刀 叫 吉薩族 拿一個棍子在管那個 柏柳的國民 我說 the same history with a Taiwanese indigenous 我們其實大家都認同一點 我們有相同的命運 到今天為止 我們有相同的一條路 就是要找到母親 mother motherland 我們 我們 因為我們的教育 我們整個文化體系跟氛圍 我們其實 我不是 在座的每一個人都跟我一樣 我們吃一個海島 可是你對海洋的熟悉度如何 我就開始檢討 因為活流人說 我們所有吃的東西 丟到海裡 有一定會把它吃回來 果然是這樣 我們現在都在吃那個垃圾 生海魚 我們在韓村 一剖那個肚子 生海魚的肚子 都是塑膠罐 因為小魚吃 大魚吃 就像吃最後剖那個肚子 海鳥的肚子 都是瓶蓋 我們都在吃回來 也沒錯 所以各位 我就思考到海洋母親 各位 海灣主有一個字 叫做寶果 寶果就獨木舟 可是到了泰武 這個寶果這個字 變成什麼意思 變成棺木 其實原住民 你要去研究我們的傳統 沒有棺木這個東西 因為以前就是 我們室內葬 就把這個祖先 還到大地之母身上 就保持子宮狀態 回去 所以叫趨之號 敦聚式 我們很多的圖長 是這樣 對不對 那 怎麼會有 保護這樣的東西 保護原來在牡丹鄉 叫做獨木舟 當那邊呢 他被引用到冠軍 說什麼 人死後要做獨鐘 送到海上 第二個呢 我看到 柏柳那個紅樹林的分布 一條河流 一個航道 一個紅樹林 就跟人 他能夠生存多少 就有多少人在那邊生活 就是一個平衡狀態 所以 我們台灣的部落 像一個一個的倒 第三個呢 本村斷島還原到200年前 就像柏柳 很多的紅樹林 我家的土地 後來被 自來水公司徵收 一挖整地 挖到一個 加東樹的樹根 大概一顆就這麼大 以後一個板車 就把它載走 一個根 加東樹的根 更何況是古時候的樣貌 外國人有寫那個 遊記 以前都要坐船進出 不管是淡水河 或者是哪裡 很多很多的文化相近 各位 橫村半島 古時候的船 現在比較少人在講 我們的祖先是不吃雞 都不殺雞的 因為 殺雞 很多的禁忌 我就不要去解釋 我只是講個看到的現象 柏柳人不殺雞 他們 你知道柏柳人 看到這個嗎 這個叫阿拜 阿拜 阿拜 就是一個 一個會所 你知道嗎 這個 這個會所 是 我們的Chief 要在裡面 共同商議事情 可是 誰給這些Chief 名分 是他們的 媽媽 我們有的人是說女王 為什麼 柏柳發生過一件事 他們幫助過一個英國戰艦 把它修復 結果呢 這英國的那個船長 Captain 太感動了 就要離開的時候 把所有的火炮 留給那個科羅洲的頭目 一年以後 科羅洲就統一全國流 用那些火炮 可是問題來了 不是統一就好了 為什麼 社會秩序要重新怎麼回復 對不對 於是呢 最後還是用什麼 用母系社會的文化來維持 各位喔 不要小看這樣的東西 我們在這邊都用父權思想去思考 我常跟我孩子對話 有時候他概念很好 他說母系文化 我沒有叫他 母系文化就是捕獄的 就是分享的 就是屬於海洋這個特色的 父系文化是 消個積極狹義的 是專斷的 最狹義的精神去解決 這些土地資源的問題 那我其中一個學生啊 就是這個做這個 他把古時候這個東西 因為現在都沒有了 那他把它一比一復原 他也是去我台語班踢館的其中一個 對對對 後來那邊教我們做一個花器 最後我就好啦 OK I don't bother you just if you like just if you like 大家就坐坐坐 欸 大家就越做越好了 他就好羨慕說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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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他們現在陸上的國流人都用國流話跟你講了 你要說你是出生在日本的國流人 你不會講那個 你不會講國流話 然後我越來越像 外交部的你來看我 他說 欸 這個國流人怎麼那麼會講國語 他也我聽不懂 他說 這個國流人怎麼那麼會講國語 我說 欸 不好意思 我台語也會通 各位看 如果有看到照片 跟那麼多都分不開 然後你知道嗎 各位 做這個做討之後 做那個裝飾 他要從文化部長是希望我 Don't copy from time 1 他要在地 於是呢 我們其實文化有相當處是 我們所有文化的集合以前都在建築 你會看到 喔 台灣的雕刻在那個建築 他們就在那個阿拜 阿拜上面 看這個 這裡面有很多的圖案 跟我們很像 但是呢 他的命名不一樣 我就想到台灣目前 台灣目前 我們越是 資訊發達文化就越趨同 他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可是呢 也有傳統價值的守護人 我們不是要去一直堅守著那個傳統的時代 為什麼 他做了一百年 一百年以後的發現 有人發現一個台灣島 一百年以後還是一樣 跟我們現在在做 你先認識他的一個精神 可是我們一直急於解釋 他是什麼東西 我們一直習慣 從人類學的方式去檢視自己 人類學是他者 或是本來不叫台灣 我們就說 或者是 或者是 我們 那是人家教我們 我們說 我們不一定這麼認為 我們是這樣 我們是找招 我們是哪裡的人 半島的 叫 十百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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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排外部落的 有的人是 死的幹 不一樣啊 所以呢 我在這邊 就學習了很多 原來我在國內的不適感 不適應的感覺 是因為 這個母親跟我 有一點點 我不夠了解 我雖然很努力地去學習 和點擊 也去 去學習 一個 Chinese Mandarin 或 想要進入主流生 可是我一直有一種落差 我一直到 找到自己以後 我就有一個沈殿 我找到我母親 第一個呢 我得到的答案說 外交部的人來 文化園 原民宿的人來 原民宿的主委 這個主委 那時候孫大川 他一看到我就說 我看到你 我想到你的母親 我得到一個 第一個啟發 第二個啟發呢 我只要有 心中有一個 一個定位的時候 在海洋事件 我就在母親的懷抱 哪怕我是在國流 所以我一個 那個FB的文章叫做 國流台灣 家鄉互鄉 因為呢 你 所以說 我們的所作所為 都是因為被需要 你之所以能夠成就 是因為大家認同你 讓你能夠有機會 讓你能夠有機會 去實現 所以我們要感謝 國有的學生們 然後在這邊呢 很多的過程 我就看到我們台灣的 以前一個很有名的影片 叫做 How was the waste lost 美國、印象 我們也是 How was the 台灣 Indigenous Lost Lost their spirit 這個spirit 已經不是他們的信仰了 是他們的精神 為什麼 早期 漢人說 人為 人欺 熟番 賤如土 人為生番 猛如虎 我們牡丹社很強的時候 我們有自己的意識 我們可以決定自己的發展 可是呢 我們當進入這個貨幣時代的時候 我們還適應不過 其實還有很多體質的問題 我們正在適應中 你知道嗎 我在柏柳他們正在做一個重要的工程 叫做什麼 因應極端 聯合國極端氣候的計畫 他們開始鼓勵在地的原住民 種植這個傳統的作物 為什麼 他們的祖先也是這樣獲得 那最重要 我可以提那個 就是芋頭 柏柳原生種有90幾種 一個印度的專家 但是目前在使用60幾種 然後呢 南島民族 這個芋頭 非常重要 看蘭嶺就靠這個芋頭 可是 芋頭也有一些技術要處理 可是呢 這個芋頭的病毒還是比較少的 然後 最近年我又發現 好像是薩摩亞的芋頭 抗炎的 這個品種 所以慢慢的做芋頭 的這個 鼓勵這個復根跟恢復 那 各位喔 不要睡著了 如果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直接交流 其實你看喔 我到柏柳 我忘了帶那把我做的柏柳刀 那可惜 可是喔 這邊喔 有看到這個圖嗎 這是我幫他們做示範的 柏柳人喔 在他的那個 阿拜 他的那個會所 會刻很神聖的 這是太陽神 我發現這個圖騰跟我們的喔 台灣組的那個很像 嗯 就是說 那個 那個 樹啊 小米 的圖騰很像喔 那他是 很像扭扣那種感覺喔 這是太陽神 這是我設計的 人家都以為是 柏柳的 其實不是 第二個這個是他們那個 就是那個蝙蝠小喔 那個蝙蝠 蝙蝠在他們那邊 視為吉祥的動物喔 還有 還有那個 蜘蛛 我就教他們用這種方法 阿我 稍搖 搖喔 最好笑喔 各位 我們外交部不是要 非常大的搖嗎 結果 呃 第一天裝的時候 隔壁的水井隊就來了 欸先生先生 對不起啦 我們屋頂在冒煙耶 那個功率喔 太那個啦 太大了 後來 第二次 又來裝了 柏柳派 電力公司的總計師來 我說 他是 師傅 當我們結束 他會叫你 我說 不 請叫911 我就去找台 回來的時候 整個科羅洲停電 大停電 真的是這樣喔 蠻有趣的 那我那時候都叫他們搖 這個搖可以做什麼 柏柳的士軍啊 斷燒他們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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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車群背 這個可以打刀子啊 這就是應用他那個 那個 風的方法啊 你看那個火 燒冷無旺 他起碼還可以燒烤啊 慢慢慢慢的喔 這個 大家喔 因為做好很多人改變他的 他原本他很自卑 很衝突的 OK 有意思 不燒木頭 他燒什麼 講到重點 這是 這個搖是示範的 因為 他們也是有些 木材廠 我教他們就是 Soldust 就是Bit Fire 就是坑燒 第二個呢 我們從台灣喔 那個搖還不能用 我先教他們用這個模型 但是我是跟他們講說 We don't use the firework 不要用那個 不要用柴燒啊 要做一個示範 這個 這個東西是用小樹枝 這是一個很小的搖 不過有喔 他們以前的那個家族用的搖很小 大概就這樣 那我做一個復原 慢慢在教他們的時候 教他們 Clay chicken 那個 chicken 喔 就給他包啊 Cover with clay and put in the cube 去煮那個 教化雞啊 用泥土包 雞蛋也可以烤 很多用咬可以做的 包含鍛刀 喔原來用火的技術那麼有趣 其實各位 我跟他們在 我在 我當我噴那個困難 因為他們是沒有工業的國家的時候 我也在釋放我自己 對器材的依賴 喔 器材的依賴 像以前要拉胚啊 要怎樣 現在用手 去 去用喔 你看 圓不圓 沒有拉胚啊 你看 沒有拉胚呢 喔 做的都我覺得都蠻好的 喔 然後呢 哇 最後的這個exhibition就是展覽 一個標題 就是重新燃起 柏柳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陶燈 陶 陶 陶燈 他有一個 我等一下找一下喔 因為我做了PPT以外 喔 我有 我有用那個 陶做這個 有看到嗎 這個 這上面那個陶燈上面喔 有 有 這是我示範的 有那個人物坐在上面 有看到 有 古時候就這麼有趣喔 有沒有 然後 你看喔 柏柳 那個美國大使館 他最喜歡 大使 embestor 他最喜歡這個作品 他說 我看到了我好感動 好像我家鄉的 對對 這個 然後 這是柏柳國際日的時候 我在展演 我去柏柳是學到 去雕刻 那個 那是貝殼 不同的貝殼 有的是車曲貝 有的是珍珠貝母 對我們來講 學術啊 官方叫做文化 其實是 我覺得 一場 人心的洗禮 我變成復活性 我開啟了一個 自我 自有創作的心 我幫他什麼 我就拿起來用 我今天其實有載這把刀 我去柏柳海邊散步 我說那是什麼 好像玻璃 不是 塑膠袋 我要剪 他說 Turtle shell 蛤 Turtle shell 喔 我就拿來做這個刀啊 但是他是 帶妹 他是海龜 他還不是帶妹 帶妹是另外 我後來帶那個 第三年的時候 我就交流了 我就帶民族去 我們剛剛在那個 Hotel那天晚上也是像這樣 我在吃飯 結果呢 回了內政部長來 然後櫃台就說 欸 先生 是不是怕老師 有人來找我 我的學生就看到一個 海龜殼慢慢的走過來 好大啊 那個 那個是帶妹的 他說先生 It's a gift for you 關了不久 學生又來 總共有三個海龜殼啦 可是各位喔 帶不會啦 因為那個 海關 我學生很聰明啊 他就把它拆了 所以我現在還有一些 海龜殼的背 對啊 這是 這個叫做 Giant Club 就是那個 車群背 可是這種車群背 是從圖裡面的 圖裡面 對 他這個更漂亮 透明的 中國古塑爾專程 有他們傳說啦 派一艘船來 來收購這個東西 做大城的巢 其中一個叫做 金絲車群 因為它有 黃色的一個分泌 這樣叫做金絲 你看 他們在做那個 做那個 這個叫做Drocus Drocus中羅 我們也是 有多的貝殼啊 台灣組一個 那個筍背有沒有 都有不同 這個是在 你看我 我那時候 我跟他們講 什麼都可以用了嘛 就直接拿來切 真的 做風靈啊 他會是拿來做小刀 大概這樣 我現在慢慢 大家就進入那個氛圍喔 我說 我最大的夢想就是 帛琉 是一個很適合 藝術家的環境 這裡不要工人 這裡不要什麼 我們需要最大 最大量的藝術家 然後 我希望他們 能夠持續努力喔 然後 這不是李恩喔 是前面李恩 中廠喔 我回來以後 各位喔 我在山林創作 我已經沒有 我已經走出那個包袱了 各位看 你們在想像排灣的時候 你看我 你會有排灣的感覺 可是他並不是我們所謂的那個 傳統風格 而且 我什麼材料都可以合了 我什麼都去嘗試 然後 你看這個 陶的作品 帛琉 藝術家 藝術家 你看喔 我們可以這樣去發展自己的文化 這樣的東西也是因為跟他們這樣交融 共正的 我大概暫時講到這邊 我希望有一點交流的時間 謝謝各位 謝謝 我看大家好像在打阿倩 所以 各位 有沒有什麼問題 大家不要客氣 就請大家 就是一個經驗的分享 歡迎 你看他們的公僚 跟我們 郭樂的公僚 有沒有很像 你要點那個圖喔 我一個一個 這個叫Fresh公司 真的抱歉 因為他可能沒有連到 體會有機會 對啊 有機會可以去牡丹找我 我們再 對啊 我想說可以跟大家做一個連結 我們去玩玩討 對啊 平常我們講這個 像華先生這種經驗 我們典型的說 是一個文化交流 他剛初去帛琉 第一次去帛琉的時候 也是一個外交部跟文化園區 這邊的一個 共同推的一個 這個計畫 好 那他剛剛最後在收尾的時候 講的交流共正 我覺得他講的共正這個是非常棒的 就是他不只是一個交流 他是 能夠產生共正 所以他整個談話的方式很特別 可以 他一部分他自己 一部分 一部分 我意思是穿插的 所以他是把他人 他不是一個上下 我來教什麼 他在那邊如何生活 他如果 認識當敵人 也可以認識自己 所以他後來其實是一個解放的過程 這非常驚訝 我們看那個岩盤喔 有沒有很排彎的感覺 你看晚上我還在工作 這個是他們在做那個steeling 就是那個放那個小火爐 很有趣 我們在那邊做東西的時候 每一個出爐的時候都說 oh very nice very good 可是我在工作 啊 我也會這樣 比小時候當班長 我也當過班長 那種的 我覺得齁 我們需要再調整齁 你看 這老人家 齁 在一起 我們還是一個倫理在齁 他老人家還是有一個 可是呢 當老人家說 I follow的時候 我也蠻感動的 因為 你知道嗎 他是放下 這個女生是他們家族 他們家族是做好的 特別喔 要求我安排一天 然後他帶他 你看他的手 很靈巧 真的是 你知道嗎 也帶給他們一種榮譽感 你看我跟他們在一起 分不出來啊 各位喔 我在國流 我在國流 前三個在工作 我每天去 拉比去發信 我都沒有講到 旁邊都是那個 台灣的tourist guy 齁 欸 怎麼啦 這樣 齁 這是什麼人 都坐在那邊說話 那個人家說 那可能是 人家啊 會對啦 這樣啊 我有一天就說 欸 不好意思 很貴重 他就想 原來 原來 這個是台灣人齁 各位喔 我其中還有一個策略就是說 做東西不要給他們失望 我就定一個目標 我說 We can We can We have a plan in the tar of vegetable 在芋頭姐 芋頭姐對國流 我說芋頭很重要嘛對不對 芋頭姐的說 我們來實現一個小小的夢想 我們看我們做的東西 能不能賣 我不要說誰低你什麼 能不能賣 賣多少錢 各位齁 於是大家就開始整備啊 齁 然後我們去採討 你看 都準備好了 大家要做要賣的 各種形狀的東西 啊 這是文化部長 你看我跟他也是這樣 蠻小的 好不好 這個 tar of vegetable 拿出來賣 各位一半天呢 一千多塊美金 馬上就鼓舞我所有的學員 我們現在台灣 我在做記憶訓練的時候 我有時候跟他們講 不要講說 我們可不可以做一個訂單 是一百個人 我們先講這個 一百個人訂單 要怎麼去處理 你不要只是說 我學完了 好像就沒有了 我們反過來想 這個service 要為一百個人準備的話 我們要做哪些前置工作 或是我們需要具備哪些能量 我都不用教喔 hard vegetable 用沒有土 大家趕快採土 趕快分配工作 趕快有人專門訂價的 最後有人專門收錢收贈 那個明細很清楚 蠻好的 大家喔 你看慢慢的 你看這個盤子 是傳統的那個 去走出來的 我覺得真的都很好 你看那個 裝飾的方法浮雕 這是他們的女王 女王 一個桃可以賣五六十美金 有的一百 你看這個帛琉的 這以前是用那個 total show去做 這個就是那個 代妹做 那現在用桃 也蠻好的 很多人買耶 這就是你看 我們做的那個 這個以前是綁在漁船上面的 可是帛琉的象徵就是 他點在室外 在指引那個外面的網民 不用迷失方向 這是我啦 這是博物館的館長 他其實也是我的學生 各位看到我的腳嗎 那時候都還忍啦 他 我要走的時候 他說 你說 You shall return 先生 soon 他們 反正 對啊 各位 你看他做的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這還沒有 這就是樹梢而已 這是國慶日 你看 我學生做的 各位 台灣有沒有部落可以做這樣 還沒有 不是我很厲害 是大家把心打開了 各位喔 我最後做一個小說欸 我回來的時候 他們每次都 透過人家發訊息給我 說 他們很想念我 Everybody talk about me and that miss me 然後呢 有人說 難道我他們就會掉眼淚 我也是很難過啊 因為什麼 我回來就盡量把那個心放掉 因為 我覺得回來要回歸部落 第二個呢 我覺得 不要有名利心啊 因為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在做 可是我也跟老師講 我希望能夠參加太平洋的活動 因為 這方面我真的很有經驗 各位 我最後還有一個謎題要揭曉 為什麼 逃那麼重 為什麼 因為在我們原生的地方 高菌量的水 這個水很快就污染了 我們要儲存食物 高菌量很快就腐敗了 什麼東西可以儲存很久 好 今天看到一個新聞 我要用那個 電的 電冰箱是用什麼做的 是用陶做的 在摩洛哥現在的電冰箱 是鏤空的陶器 鏤空的鋼的樣子 把食物放在裡面 可以保持 好像漆電不會換電 不用電的電冰箱 所以我去做田調的時候 他說 Sorry kid We don't know how to give you the answer of the country But how important for our wine because we lose everything 我說 因為每一個船經過的時候 有日本的 和鋼 有中國的瓶 有西洋的那個桶 都只有一個目的 裝水 他們跟柏六人要來 就把他們送給他們 柏六人呢 這些 為什麼他還 他身材可以對外說出 因為在這個高聚量的環境 使用陶器是可以做最好的保存 器物 可是他久了以後 是在傳遞的時候 他因為有歷史性 他有傳奇 他就變成神聖的一種器物 就像我們古人使用的東西 有時候是放古物的 他分很多類 Toking pot 或者是說 這個罐子 很多種 這就是 我本來想在台灣講 可是 好像 再給我一點機會 再去 再去把它弄得更成熟 好 我希望用我的生命 去投入在這個創作 為什麼有時候我們一直 我會走心 他就希望自己在故鄉 在離這個很遠的地方 去跟土地接觸 去磨 最近都帶孩子去 去從大地去找素材 陶土 最近的颱風給我們一個很大的禮物 一個分攤的時候 出現好漂亮顏色的陶土 你看它那個顏色 你就覺得好美 你有沒有欣賞過泥土 覺得好美的感覺 我們已經慢慢沒有了 你看它這個樹在開發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好美 慢慢的 可是我們再重新回到那個天性的時候 恭喜你念幸福 因為你Retern to the goodness Thank you 謝謝各位 好 有沒有問題 我們交給我們 這個時間還很早 老師說九點半 會嗎 笑了 看笑 對 我們時間到八點半了 有一點點貪心 所以歡迎大家在那邊 老師 這個某土會不會用完了呢 因為它是天然的 因為它是有限的 還是什麼 我跟你說 其實 在這個世界 分佈最廣的元素就是細 那其實另外一句話可以這麼說 細分布在土壤裡面最多 那我們所謂的 陶燒的過程 低溫陶叫做瓦氣 高溫陶叫做什麼 英語叫Stoneware 為什麼 它的玻璃質被融解 什麼是玻璃質 就是細 所以呢 其實 陶是世界上分布最廣的元素 你知道嗎 我帶學生去採陶 他說 先生 我也是個Cliff 我說 永迦是Stanley 哇 Cliff 這樣啊 到處都有陶 那陶其實它的應用很廣 我剛才有講過啊 我的祖先用這個陶 很多不同叫做用泥土做什麼 不是 泥土有很多層 每一層的泥土 它有不同的名稱跟作用 所有是最好種子 沒有種子 因為它是混著有機物 混著沙 混著各種的東西 但是它是能不能做陶 它不能做的 因為它沒有距離 因為它沒有距離 你一弄就要沙子 就散開了 所以呢 欸 再深入一點 大概山 離 離這個地面 有的無路看輕死的地方 它就會一個 一個層很乾淨 很乾淨 是這樣的 它叫做Pure Clay 就是很乾淨的陶 陶 陶 那陶土不是馬上用的 台灣的陶土都是進口 然後混 調啊 所以每家公司 有的他們 像有的陶藝家 他們會抱怨說 這公司陶土不穩定 第一個不穩定 這樣 伸縮的障縮係數 因為在燒的時候 它會縮縮啊 大概有的會到六分之一啊 六分之一 因為如果有幾乎太多 它在燒的時候 有幾乎會被燒掉 它就會縮小 它如果是很純的 它就會 欸 你這樣不懂嗎 對啊 大概是這樣啦 所以陶是不會缺乏的 那其實這裡面還有很多 所以我介紹給學生啊 我們最討一個叫做 池 但是在外國叫做 高齡圖 高齡圖 我們在外國 人家的池 他不太了解 在高齡圖 他大概就可以了解說 那是池 池 高齡圖 因為最早 被公認 發現了這個地圖 高齡圖 那琉璃珠那個 是 其實 在元素上 其實我也 鍛造到 都是用火的技術 我們用火 應該是說 我們懂得用火的技術 就會把不同的職材 用成不同的 可以燒成 你燒玻璃 就跟燒琉璃珠一樣 玻璃 玻璃 也有琉璃珠 有三十幾種琉璃珠 這叫money beat 也是媽媽在用 媽咪在用的 money beat 錢珠 貿易珠 跟本來還蠻像的 他們也是一樣 有的是外國新作 有的是去印尼挖那個 去找那個土珠節 但是我有了 他 這些珠子 也都是透過火 去做的 你做這個琉璃的技術 可以推到很早期 很古老 其實我們 我們南島民主的故事講過 因為我們其實都 我們如果可以追溯的話 都蠻古老的 我們現在住的地方叫 Svaletan 在我們住的以前 就有人了 那邊都有一些 台灣啊 不要不亞於大陸的古都 往下挖 都有 七五啊 我今天去 去植物園 下面還有史前遺址 那我挖那個 結尾的時候 有往到啊 所以台灣也是一個 很特別的地方 只是說 它又是另外一個主題 可是 我當我在柏柳找到這個 原來大海是很輕的 原來大海是輪回 一個地方 我慢慢的 我就找到我的灰塑 生命的灰塑 大概不要能夠接受說 既然是這樣 有時候 有時候 這個飛很長 這個外觀的世界是飛很長的 可是我們心中 就有一個 一種 很 很 我們要把心理還原到 原真的時候呢 它產生一種很大的力量 讓我們度過 我們一個不同的動盪 從統徒也講到這裡 好像有點在宣傳 還有沒有問題 請說 老師 剛剛你講的一個故事 沒有聽到很多 沒關係 你說 柏柳有很多 那個Village 不是都不歡迎外人 對對對 可是你要去一個地方的時候 就跟他們說 你曾經去過一個地方 然後 看到一棵老樹 是 你說完以後 他們就管你當成自己的標籤 我只是舉個例子 對 為什麼舉這個例子 我本來 證實說 我們原住民眾的認同 叫史迦利普順 就是說 你的作為 或者是說 我們如果是一個 他們有時候 有人叫我 魯士仙人 你從哪裡來 你看到我 可能你是 魯士仙人 就是 私善多年的兄弟 我們有時候 就會講一些 我來的故事 我經歷的故事 I know where there is a bridge used in an older tree maybe almost 70 years the grandmother show me the bridge show me the bridge 他說 No you may be from the bridge from the country of my cousin of who 他就認同你 但是如果說 I come from Taiwan 這樣 What? Sorry You are not my friend or not my relative 是這樣 所以我們法案組 在面對面 如果你講得出 你的背景 我認同的話 我會說 你適格作為一個人 史迦利普順 找我這樣 你適格作為一個人 我認同你 認同怎麼樣呢 各位 南島民主席 古時候 不太擅長用武器對抗 擅長什麼 擅長下毒 我剛才講的 Poison tree 就是這樣 各位 柏柳很多 他們都沒有大規模武裝 反正 但是下毒很深 有一次還讀錯人 那個故事 我聽到都在笑 我笑一笑 想到我們自己 台灣 台灣族以前 母單色事件 不是琉球人用水嗎 我就想到那個 蓮杯的故事 原來以前 要為了像這麼的誠意 從水開始的禮儀 我們太平洋一個禮儀 從水 你用我的水 我給你用水 你喝的就是我們自己 為了像這麼的誠意 我們用臉肥 沒有毒 表示我們的誠意 同聲共識 從今以後 因為在島上 最困難的 那個柏柳沒有 Fresh Water 沒有淡水 他們都是努力的去積那個雨水 到今天沒有淡水 都是收集那個雨水 所以這個水很重要 留個水的禮儀 所以以前 那個劉球人到牡丹社的時候 他就是用水的禮儀 衝突 大概是這樣 我們有個 淋杯有沒有 喝那個 就是表示 我們如果有毒 我們一起死 只是現在很少人在講說 我們台灣族以前 會用毒 我相信會 因為我用跟老家下過天 我們這樣毒 有不同的毒的方法 生水的 綿藝型的 那個甲殼類的 都不同的植物 我覺得是這裡 更早還很多傳說 是有的植物是有迷幻作用的 只是說現在都沒有紀錄 剛才我奶奶她是 古靈奧 就是專門在 繼承這個 祭儀 在做這個 所以我大概 有聽說過這個 所以 會不會離題了 你剛才問的問題是什麼 我已經講到 發現發現 所以被認同 今天台灣也是啊 我們都在往相反的路去走 我們好不容易在一起 在我們傳統的觀念 來者就是兄弟 兄弟就要一口飯吃 我們有個發現 對外來的人 取代了我們的土地 但是你們也繼承了我們的苦難啊 我們以前的命運 就是你們現在的命運啊 台灣一直是這樣在循環啊 所以你知道嗎 這個我有很多的啟發 跟對我創作的那個 語彙啊 或者是空間又更大 去帛琉的這一趟 所以我覺得 這是很好的一種共振 然後他們慢慢的 我的學生也代表 帛琉 去參加世界的展演 除了那個 Pacific Art Festival 它還是代表國家 因為他們非常認同這個東西 然後他把這樣的東西 視為他民主創造力的一個基本課程 基本課程 所以從 你看這個照片 現在開始有在做好了 這是後來去帛琉 帶那個屏東的人去帛琉的時候 他們已經開始列入他們的那個課程了 你看喔 我們很喜歡去解釋事情 但是呢 鯊魚 它在海裡面 只要 我們很害怕鯊魚對不對 有鯊魚就有魚群 它就是海裡面的chip 所以鯊魚的 它代表個chip 那這三個呢 男人一生 要從三個女人的跨下經過 好 剛才喔 有一個牌 就是 有看了喔 等一下喔 這一個 這一個海洋母親喔 好 這個牌 這個雕像在德國 它是放在這個 頭目進出的地方啊 有三個女人 要男人一生 要從下面經過 第一個是 我們的母親 第二個是 我們的姐妹 第三個呢 我們的女兒 這是國留人的主願 國留人的主願 蠻有趣的喔 其實 我們其實早期的 台灣的文化 現在在表現的 因為是區域主流的 其實呢 在家裡 在當家 在決定事情 還是母親 比如說 我不想跟學者 去討論這個事情 因為學者要從一件事情 去發展 可是我們是從自己的 生活經驗去分享 好 各位 然後我也教他們 琉璃珠啊 就用不同的色珠去 講那個琉璃珠的構造 現在琉璃珠是燒 然後點上去的 可是 如果古老琉璃珠 打破的時候 它是一層一層的 那我就用不同的社群 幫它還原 去想 那他們也 他們也很有興趣 慢慢往這方面去 去發展 OK 開始 我會覺得蠻好的 收入很大的 我覺得 有的東西 我們現在 要分享 就是需要一個創 一個創造力 我們去做一個學問 要有一個想像力 應該是 Imagination 我們需要一個想像 想像空間 我們才會有一個 一個美好的夢想 OK 我請問一下 對老師好 是 因為你在講 因為這個 你自己的 是 對 對 對 那 所以你在台灣 也有一些束縛 不管是說 設備啊 工具啊 這些 還有觀念的束縛 對 你在國流 就 轉轉了嗎 對 那你覺得你的 你從你國流學生的 學習過程上 嗯 你有沒有看到 他們有一個 解放的過程 對 因為你說 這是一個個人的 創造 文化實踐啊 那你覺得他們 原來有沒有 那他們的 訴求是什麼 很好 就是說 其實 國流人 他們因為 他們比我們 住的地方 更接近 每天都有一個 可能性 就是一個 外來的軍艦 或者是三重 他們每天都要接受 不同的 文化衝突 我們不是沒有 因為我們 早就在其中啊 那 那國流人 我說過 第一個 我發現國流人 跟我們有共同的命運 我們都經歷那樣的 大阿海的時代 的 的 外 外 外的私利的影響 第二個呢 我們 我們目前 還要找一個 處處 我會用我為例 是因為我 我不想替 國流的國民 講話 其實他們的作品 有在講話 他們目前的 他們很有自信啊 很多人本來 那個 有的學生 因為他們 坐在海邊的人 叫 就造 人家說什麼 叫做 Fighting Chicken 鬥雞啊 鬥雞的幸福 做討以後 進入這種 文化氛圍就是說 進入這種 集體 運作的結果 每一個人獲得安定性 第二個 他們找到自己的平衡點 只是跟我們不一樣 我有找到我的 是還原我本來 沒有 他們找到一個出處 是未來 向哪裡走 高跟不是說嗎 南島民主 有 他從哪裡來 現在身在哪裡 要向哪裡去 向哪裡去 我們下一代 要怎麼做 是每一個generation 他要做的宿命 使命 我覺得他們有找到 所以他們會希望延伸到 下一代的教育 第二個 他們還是把陶 當作一個很 很高尚的一種 創造的過程 第二個 我是因為 我的 我的歷程 在那邊 他還有陸陸續續在發展 是我透過人家 因為他們會要求人家 傳遞消息 真的 真的 每次都說 先生 還有人自費來台灣跟我學討 有 但是呢 我是跟他們講說 有一天 I will back to somewhere somewhere of the rainbow 各位 我在努力工作的時候 腳在流血 在流血流汗 從早上六點工作到晚上十一點 我常常聽到那個夏威夷的台湖 就是 那個 somewhere of the rainbow 他給我一個精神的苦悟 或許在彩虹的那一端 就是我們生命 散發光芒的地方 我講我 其實我有間接講他們 為什麼呢 目前這個 塔威夷的 這個Partner Association 他們沒有選舉 他們也開始在做運作 只是 他們可能需 一直希望我回去 我有 很多的元素 他們跟我在一起有一種 我們叫革命情感的 那種要素 老師 有碰到我的學生嗎 他 沒有跟他們交談 對不對 我沒有碰好笑 我是碰到Tina 什麼 Tina也是 Tina是最支持我的人 她最懂我的人 真的 我說You are the mother of the culture 因為她是 Culture Minister 她是文化部長 她的名字叫做Tina Tina就是母親的 你是在原住民的名字 Tina you know You are the mother of the land 我一個朋友 她對作物也是那種興趣 其實 我的心得也是我學生的心得 只是 我不善於說 我在 我在替他們講話 因為 我們要 老師聽得懂嗎 所以我叫做 十萬九七個人 就是 我在講我 其實 他們跟我 有一樣的經歷 第二個 原來要做討 要有生命的經驗 你才會做得很好 你可能要種過植物 你對土地是熟悉的 是這樣 要回歸自然 不是說 他說 陳先生 從塑膠袋 從塑膠袋開始 為什麼 那個陶土用塑膠袋包啊 但從你 我們從塑膠袋 從塑膠袋 我覺得 這就是很大的收穫 以後 他們再也不用買 現在是這樣 第二個 你要看到 他被孕育出來的感覺 他有些東西 慢慢從他們的生命中 出現 老師 你要問的問題 他有從他生命中出現 剛才這個照片 有出現 每一個人做的都不一樣 每一個人做的都不一樣 這是我的 每一個人 他們 我們去那個 你看 每一個人做的都不一樣 有沒有看到 他們的 他們開始在發芽了 當一個植物 我蓋我的房屋 我手建家屋 我的夢想 我當我遇到困難 我媽媽說 種一個植物 人有困 人會 不是亂講 植物會一直生長 我看到 我種的種子再生長了 我就不能代表他 可是你可以看到作品 他開始在代表國家 他開始被大家重視 我們說 我們台灣 可以 有些東西可以從這裡學習 可以從這裡學習 學習什麼 多放掉一點 對人家的 防衛心 多懷孕到大自然 然後呢 多一點想像力 會更美好 老師我的意思就是 我間接的是在講他們 我幹嘛講我 對不對 其實我是 原住民是間接的講 所以在什麼叫 結果在談這個事情 大家有沒有比較理解這種 語法 很棒啊 你看真的很不錯 而且他們不是做那個很粗很厚 你有看到嗎 所以Tina Tina她真的很高興 她要的就是這個 她要的就是這個 你看每一個人做的 都不一樣 這個之後有人賣一個陶翁 大概六十到一百美金 大概是這樣 做一個小作品 只是說 對啊 學習就是看自己了 好 我們做到一個 一個 一個 基本功 Q加 範動 好 各位 他們說 欸 還沒有問題 會不會覺得 還有什麼問題可以交流嗎 我是希望喔 這樣的開始 以後我們對 我 老師對不起 我再補充喔 因為我覺得 這個過程 我們的政府 對我們 幫助的理想 因為太平洋 我們需要我們更深入的去了解 真的 我們跟這個太陽 我們太陌生了 我們對人家的歷史文化背景 生活方式 一無所知的 一無所知 我去那邊還好 我是在 我們有一個傳統的一個 一個家族的一種 禮法 慢慢跟他們相處 我也深入 我希望這樣的 能夠繼續延伸 就這樣 好啦 謝謝各位 好 我們謝謝各位的參與 那如果還有一些問題 因為我已經 那我們還 可以跟華先生這邊再談一下 然後 可能是不是就 就稍微幫我們 對 我們做導覽好不好 我們散開來好嗎 我們散開來 嗯 這個竹條法 這個是用一個土條 有沒有 它在戳土條 然後呢 這樣盤旋而上 這叫做 盤條法 叫竹條法 call your view 剛開始是教這個 可是我學生喔 那個微塵 後來有幾種方法 我教給他們了 微塵呢 成30種 很多種對不對 很多種 為什麼 這裡面又發展出各種 那個客廳也有去幫忙我 慢慢慢慢的 他們對討的應用越來越廣 就是 越來越熟悉這個制裁 剛開始的時候你看 我教他們 這個加這個加這個等於什麼 這個加這個加這個等於什麼 我用最簡單的分解 追個瓶子上下相接再加一個 有沒有 一個part 2part 10part 加起來 追一個碗再加一個管 就油燈 原來是剛開始的概念 然後會發展出各種 個人技術 因為後來做得好 它就要開始 人體喔 它是應用語言的技術 語言啊 所以我們要做越大它要find center 我們做討叫定中心 然後透過這樣的技術 我們人都是用這個作用 圓周作用去做 所以你看每一個會不會感覺很圓 除非我們要顧一下 這是我第一個做的示範作品 是做一個芋頭造型的 Taro can do Taro是大地之母 在柏柳的鼠葉喔 因為它可以餵養 非常冷門 我就把Taro的形狀做出來 然後再加一個 加一個藤 做一個花瓶 大家都好經驗喔 那你看那邊啊 那邊 這邊的話 是我們搓搖的過程喔 你看 這個 這個是採陶土喔 陶土有的在 你看 在土層裡面 它是一塊一塊的 有沒有看到 它不是像我們想像中的 像我們的陶土喔 它是一塊一塊的 而且是有結金物啊 這個在愛來中 那這個呢 這個在另外一個地方喔 也是不一樣的陶土 所以你看 這些都是我們採集起來的陶土 這在你們那邊喔 在那個台灣technical 喔 台灣的那個farm 那這裡有黑色的陶土 所以 這是貝里流的 貝里流白色的 喔 這樣 然後你看 大家 我們沒有咬的時候 就搭搖嘛 喔 搭搖去燒 然後呢 燒出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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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燒的 有的 有藝術成分的 大部分的低溫陶 低溫陶 低溫陶的質感 像磨光熏燒 喔 這些都是低溫陶 喔 因為低溫陶 它的縫隙有 它會把碳素吸附 高溫陶它什麼都沒有乾淨 所以呢 我 我 因為這樣的藝術表現很多 所以 而且比較佛流他們傳統的文化 所以我說 oh in the beginning we don't use the glaze Glaze就是 又 又 然後你看他們做的那個架子上面呢 一個人都好會做 我覺得很驚訝 很驚訝 真的 有一天呢 就是在實現自我的時候 你會想要做一個 自己很想要的 像我現在斷刀 我想 哇 我要斷一個很好的刀 我不想要斷一個 喔 看起來很像卡通影片的刀子吧 對不對 然後 那邊是我們要 兩個成果發表 一個是 用tara vegetable 一個是 在那個 博物館的 那個展覽 Exhibition 那我們把 國流傳統 要用的陶燈 那些cooking pot 什麼都給它復免 還有那個worm啊 鋼花皮 那時候因為在室內照 而且它有打那個乳素燈 所以我拍的不是很好 可是你知道嗎 我第二天去整理的時候 有一個你在偷偷的看 我有跟那個有關講 美國大使館的大使 欸 蘇文文 他覺得太喜歡了 因為很多人經過 他看了太多工業風了 你知道嗎 人類經過工業文明的時候 很多東西看起來 沒有想像力了 好像太完美了 各位 有時候我們現在吃飯 那個青菜太完美 你會想到什麼 會不會想到農藥 我會呢 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欸 對不對 聽啊 如果那個菜有點會重促 欸 這個是 這個健康的出國 然後 我們最後送給伯留國家的 是那個黑黑的 它是熏燒烤 而且有磨光 磨磨光 那作為我跟伯留之間的紀念啊 結果我回來以後 馬上伯留就送個計畫 就是要成立產業中心 我本來的夢想要在伯留 成立一個 藝術村 那個地方每一個人都有一個workshop 然後大家就 因為大家都是有人會做嘛 我們用很簡單的方法 就共同來燒 要自己發揮 鳳鴻彩土 這會新增很有趣的氛圍 好 但是太平洋的計畫結束了 好 所以我大概去 第三年就回來了 謝謝 以上我的介紹 謝謝